最近的有一个技术非常的火爆 叫Inhance Value 也就是视频的增强技术 它火爆的原因是因为 它并不需要去增加额外的模型 只是加了一个算法 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的 STJ或者是文生图里边的Freyu 这样的模型 我们只是把一些注意力机制 做了一些权重的调整 就可以让视频的一致性 变得明显的增强 那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原理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Inhance Value 它主要是发现在DAT架构下边 就是我们说的Flux 或是视频生成的这种架构下边 那么大家会发现 就是注意力的补获上面 就是对角线上的 它明显的比非对角线上的 强度要强 明显这是亮的 这是弱的 所以说他们猜想 是不是因为 非对角线上的这种注意力比较弱 可能会导致视频针之间的 这个一致性会下降 所以说他们就想了一办法 就是我们把非对角线上的权重 做加权平均 然后给它增强一下 它增强的这个系数 叫做Temperature 就是你把它增强多少倍 那么他们也做了一些测试 就是会发现 这个视频的效果会明显的增强 那这就是这个技术的一个原理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它的项目主页 它对应的还有一个代码的主页 就GitHub上的代码主页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里边的话 说的内容就更多了 我们简单看一下 就是它目前已经在这个三个模型上 做了一些实验 第一个就是LTX 这个模型 另外就是混元 再下面就是CogValue X 这三个主流模型 它目前都发现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会员和CogValue X 由于这个项目是K神 它做了一些基本的扩展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K神的这个项目主页里边 我们可以点开 然后Repost 我们先看会员 然后我们点开这个 注意在主要的更新架构上面 你可能看不到任何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第107次的提交 大概是在17小时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信息 Add in Hans Value 就是它增加了这个节点 那所以说呢 我们在K神的这个会员扩展里边 其实可以用这个节点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个基础的 纹生视频的模型 这个不用去说了 它就是一个会员的生成视频的模型 我重点说一下哪呢 就是这个地方 我用的是BNB-NF4 所以说这个大模型进行了一个四分之一的压缩 另外呢 大家注意啊 就是这个提示词呢 我也是用这个混员的提示词生成器生成的 不要瞎写 视频生成模型对于提示词的依赖 还是很强的 那么我在之前讲这个混员模型的时候 都讲过提示词生成器 该怎么去训练出来 这个你要是不清楚 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就是现在这个分辨率呢 我用的是512乘以320 然后呢 我们就简单先生成了一个25帧的视频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适当调大这个分辨率啊 但是由于这个K神这个会员的扩展啊 它采样很慢啊 跟我们那个官方那个完全是不在一个档次的 这个显存的占用呢 也明显的高 我们可以调到比方720乘以480 看一下这720乘以480 别的都没有变 那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效果就好很多了 很明显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在混员的这个升级页面里边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信息 它这有一个节点 就是混员这个value 那么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参数 就4.0 处处0 8.0 这个很明显啊 这个weight呢 指的是我们那个timetrature 你可以认为是增强的倍数 它这用了一个4.0 然后这儿是single block 就是单行的那个块 然后double block 就是双行的那个块 然后这个是开始和结束的百分比 这很容易去理解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加一个块来看一下 这个块要加很简单啊 主要是在这儿 叫pheta x pheta argument 然后你拽一个出来 这儿也会有一个叫做 它这儿可能还没有连上 它这儿只有cogvalue x的 没有会员的是吧 那你就直接挑一个 ehanse value 你可以找到这个节点 然后把它连上就行 这样连上就可以 这儿呢 我们先用4.0 处处0 8.0 来试一下 只有我都跑过了 我就不重新跑了 我们先看效果 这是跑出来的效果 大家注意 这个参数现在就是这样去设置的 分辨率呢 720 x 480 大家注意 右侧这个是我们刚才不加这个节点跑出来的效果 左侧是加了之后跑出来的效果 我们简单对比一下啊 很明显啊 不加更自然 但是加了之后有很多的细节 有没有发现 看衣服上啊 很多的花纹出现 这个走廊 灯笼也变得比较多 它的发饰呢 也比较的丰富啊 看二环 虽然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动作呢 其实也更加的流畅 你看这个啊 这个呢 其实缺乏细节 但是它感官要更好一些 那所以说呢 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 Inhouse Value 这个技术是的确有效的啊 但是呢 这个强度你不能太高啊 像他说4 我觉得有点太高了啊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适当调一下 我们把这个值呢 可以调到更小 比如说调多少呢 按我们调整的思路呢 一般调一半啊 我们调二 大家看一下 那现在呢 我们把权重调到了二 别的没有变化啊 然后我们来看生成的 这个视频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效果就好很多 柱子呢 更多 灯笼也更多 人物呢 也更加的细节丰富啊 看衣服 是吧 有很多的纹理 但是它跟四倍的那个 又没有那么大的变化啊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两倍的 这是四倍的 这是不佳的 很明显 这个视频增强效果 还是很明显的 对吧 就是这个节点呢 我觉得非常的棒啊 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现在只能在 K神的这个生态里边去用 因为它不是个独立的啊 它只能接到它这个选项里边 那如果它能像 这个一个第三方的 那个模型节点 就是我们把它接到这儿 再接到另外一个模型里边 那它就可以在那个官方的 会员的那个模型里边去用了啊 那样就更完美 因为官方的那个会员模型的采样速度更快 生成的帧数可以达到 我测试都是49帧 速度都非常的快啊 但是这个如果我到33帧 它这个采样的速度就很慢了啊 所以说我这只能采用25帧 这是我们在会员啊 这个video里边看到的一个效果啊 下边呢我们再来看CogValueX 这是一个CogValueX 图生视频的一个工作流 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这用的是 范这个版本 而且呢我用了一个rewards Laura 这个技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啊 同样这个提示词呢我也是用生成器生成的啊 不要自己瞎写 你写出来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 别的没什么好说的啊 就是我们把这个图片呢给他做了一个裁剪 720x480 有人说你不裁行不行 不裁也可以啊 但是官方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分辨率嘛 我们就别较真啊 我裁了之后呢我们下边做一个采样生成 这我生成的是33帧 注意啊我们要改帧数的话得改两个地方 一个是这儿 还有一个是这儿啊别丢了啊 你丢一个它采样就会出错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个生成的一个视频效果 还可以啊挺不错的 但是我们会发现这种不一致性也比较明显 看手看脸都会有一些问题啊 那你说我是不是可以增加这个技术呢 当然也可以啊这个增加就是也很简单 还是从这个采样器这儿 拉一个FETAX啊 就是FETA Augment出来 然后可以选这个Cog Value X的Ehanced Value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作流呢是这样的 在我这儿拽了一个节点出来 它这里边呢就没有那个什么单列双列那个东西啊 它就直接有一个权重 然后有一个开始和结束 这儿我们还是按照那个刚才他给的那个截图 我先用40到0.8来做一下测试 那同样我保留了原视频的一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 这个4这个效果其实不是特别好对吧 这个一致性的确更强 你注意他的这个面部呢不会像这个啊 就是他刷就过去了是吧 他虽然不清楚 但是他尽量的在保持这个一致性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能盼这个一致性的增强呢是有帮助的 当然呢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还是说这个权重调的太高了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版本 第三个版本里边呢我同样把这个权重调成了二 我们再来看这个生成的视频 哎就好很多 尤其是脸这个地方 手他可能做不到啊 这个考古巴利亚斯在生成手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些问题啊 所以说这是两倍的增强 四倍增强就有点过了是吧 这是不增强 那你看一下明显这个要好很多 所以说经过两种技术的这个这个测试呢 我们会发现这个节点呢还是非常棒的啊 作为不加任何模型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调整视频生成的一个效果呢 跟那个SDJ一样啊 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 那LTX呢 我们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 路亚他在这提到了就是这个工作呢 已经在这个LTXV里边呢 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啊 大家可以通过这儿 就configure LTS tricks 这个不是那个官方的扩展啊 这是我们经常用的那个 这里边实现的效果已经非常多了 我们在做SDJ的时候呢 曾经用过这个工作流 对吧 现在呢他增加了一个节点啊 我们同样可以在这个提交里边看到这样的信息 看一下 enhanced value 就到这儿了我们给大家测一下啊 这个流一个总觉得合适啊 我原来打算就不测了啊 所以说没有提前跑 那我给大家测一个啊 大家看一下 下边呢我们看一下LTXV里边这个技术的应用啊 我现在用的工作流呢 是那个加了STJ的那个 那我们顺便测一下他跟SDJ能不能混合去用啊 这就是那个STJ的那个 我们暂时呢先把它给它放到这儿 就是我先把它bypass掉啊 不让它起作用 然后呢我们挑一个提示词 这个呢我们挑LTX的提示词啊 这个我们刚才写过很多了是吧 我们看用哪个啊 我们还用这个吧 还用这个提示词啊 对呀我把这个帧数改成了49帧啊 没有用那个他原来可能是95帧 太长了啊 我怕机子受不了 直接跑一遍看一下效果 这个我们得调一下啊 LTXV 这个我们用0.91 这个我们用FP8的这个啊 这个分辨率呢不是太够啊 而且LTX对于文生图呢 其实不是特别的擅长啊 它可能图生图会更好一些 文生图呢稍微差一些啊 所以现在还没有加增强呢 我们只是原视频和这个加了STJ的 我现在呢把它给放开 现在是4.0 我们再来一遍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不是有明显的增强 4.0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大啊 再看一下很明显啊 很明显对吧 那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视频增强的一个技术 我们分别在CogValue X 然后再会员和LTXV 当然LTXV呢我们简单测了一下啊 可以看到一些效果 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技术 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啊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 好今天呢 好今天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